30天认知训练营 你好,我是王硕 这一讲我想跟你讨论的是 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你先听三句话 在分析中 一切知识都是历史 经抽象后 一切科学都是数学 从依据看 一切判断都是统计 大统计学家拉奥 在民族统计与真理的匪页上 写下这三句话 振农发聩 气势非凡 但没留下解释 好在你只要记住多读历史 把数学和统计学学好就行 显然这三门学科能搞定一切 但是今天 我想跟你讲讲 我对这三句话的理解 我们所处的是现实世界 但可能世界则有无穷多个 正如我将要说出的下一个字 有一百种选择 但我只能选一种 那这个字就塑造了现实世界 其余则变成九十九个没有变现的可能世界 世界上发生无穷多件事 每件事有无穷多种可能 其全集就是所有可能世界 站在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 回看拉奥刚才说的三句话 是这样的 数学界定的可能世界的空间 只要数学能够想象的 它就是可能的 从无穷多的可能世界 收敛到这一个现实世界 哪怕我选定一个字 这件小事 是由统计管的 最后 所有知识 都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记录 所以它们都是历史 思想总在顶层汇通 统计学家拉奥的看法 跟历史学家布罗赫的看法 一模一样 历史存在于整体之中 布罗赫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 总体史观的开创者之一 他认为历史当然不是研究现在 但也不是只研究过去 而是研究时间中的人 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整体 只强调现在或者过去都没有意义 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 理解现在才能理解过去 一个人说过的话 写过的字 创造的事物 触摸过的一切 都传达了关于他的信息 历史应当用一切可用的方法 去研究一切 材料不限于文献 对象也不限于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 地理 社会乃至人类学 也都在设成之内 历史学家要穷尽可能 必须掌握这个行业的 所有重要工具 哪怕只是理解这些工具 能用来做什么 操作困难何在 限度又在哪里 他把这些写进了民族 历史学家的记忆 这是年鉴学派 总体史观的宣言书 历史有什么用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布罗赫的年幼的儿子 曾经问过他 布罗赫的学术生涯 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一九三九年 二战爆发 五十三岁的布罗赫参军 然后法国一战击溃 一通崩溃的 还有秩序 安全 地位 财产 曾经兼顾的全部烟消云散 布罗赫只剩下两样身份 法国人和历史学家 布罗赫是犹太人 大难临头 但他没有逃亡 他说自己不能想象离开法国 那样就连呼吸都不会自由 作为法国人 他选择留下来 作为历史学家 他还得做点什么 历史有什么用 同一个问题 成年人又问了布罗赫一次 这是来自他的同僚 德军开进巴黎的当天 法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 面面相去 布罗赫当时正在法军总参谋部就职 有人就问布罗赫 历史背叛了我们 对吗 当社会陷于危机 自我怀疑 就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从过去学到什么 我们学的到底对不对 1941年的春天 一年之后 布罗赫终于有信心 给出回答 历史学家的记忆 是他回答的第一半 布罗赫写下一段话 作为提记 献给同行 今天我们共同的职业受到威胁 错不在我们 我们被不公正的命运击垮 仅此而已 相信那一天总会到来 我们的成果将获得自由 公租天下 当时已经是国破家亡 人在流亡 布罗赫用写作来找解药 讲历史学的方法 历史必须是个整体 所以没有万能的方法 只能是持续的挖掘 比对 保持常识 并保持对常识的警醒 这说平静如常 虽然是战乱催生的结果 也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晶 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证词 一位巨匠 诚实地讲述他这个行当的金要 如果是不知道背景读这本书 你还会以为他身处平静的书灾 其实他这本书 是在一个放不下书桌的地方写的 历史是整体的 过去与现实有活生生的关联 布罗赫的历史学不是说说而已 他有关选择与行动 本书写作开始的时候 布罗赫已经55岁了 东奔西场 朝不保夕 拿起笔 他就是历史学者 为后背留下记忆 放下笔 他就拿起枪 变成抵抗纳粹的 里昂地下组织的领袖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之间 通过行动 布罗赫进入了他选择的现实世界 把自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布罗赫说 人们都想要理解 并通过理解成为历史形成的一员 光是知道远远不够 一门学问必须提供解释 否则就是大杂热 历史不是陈列贵 它的作用超出学术本身 它首先使我们更好的理解 然后知道我们的行动 仅仅满足于描述历史 是什么样的 永远是对历史的背叛 历史学家 必须有强烈的个人意见 这是他们的责任 布罗赫选择了战斗 行动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回答 在布罗赫总体史观里 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 只有体验现实脉动 才能真切理解历史 你理解历史悲喜剧的 现在时 才能洞察它的过去时 如果不体察身边的人 事 时事 那就没有一丝可能性 能够当好历史学家 1944年春天 布罗赫被捕 6月16号 盟军已经在洛曼底登陆 他却没有等到胜利 而是在里昂的郊外 被纳粹枪决 同时遇难的 还有26位同袍 历史学家的记忆 没有完成 他原准备提现给妻子 但妻子已经遇难 执行合一 布罗赫将总体史观付诸实践 生活是一个总体 是现实与理想扯不断 理还乱的纠缠 他没有背叛历史 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是答完了 但把问题留给了我们 如果我们一再重蹈覆辙 历史有什么用 诚如布罗赫所言 历史关心的是时间中的人 从过去到现在 不过你我不是历史学家 我们更关心的是未来 我们希望从历史中 获得关于未来的线索 这里有个悖论 我们之所以 希望从历史中学习 是因为我们一再重复过去 但重复过去这件事 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越重复 则可预见性就越高 我们就越应该能够避免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还总是重复 我能想到三个回答 第一 历史之所以重复 是因为路径依赖 锁定在轨道上 大家不是不知道会发生灾难 但还是眼睁睁看着火车出轨 所有人都有无力感 务不及不会反 不到最后关头 没有可能回头 第二 绝大多数人从历史中学习 只是从最近一个可比的 相似的重大事件中学习 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 它确实是被反复研究透了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下次全球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 绝不会是2008年一样的一种病毒 我们总是能避免最近一次灾难 马上重演 它要重演的话 只会发生在我们对它的记忆 不再真切的将来 第三 历史只是无穷多种可能中的一种 它在现实中的展开 只有掌握合理的反事实思考的能力 才有可能揭开它的种种可能 历史中藏着无数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危机 只是因为有人欲为绸缪 把灾难的苗头掐死在萌芽之前 所谓散战者无赫赫之功 就是最会打仗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会打仗 因为他把战争已经掐死在萌芽之中了 历史对这种人不公平 他们沉埋在固执队中 这是他的小悲剧 却是我们的大悲剧 总结一下 历史有什么用 总体史学给了我们示范 第一 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 理解现在才能理解过去 第二 对历史必须有强烈的个人意见 否则等于是对历史的背叛 第三 理解之后必然是行动 今天的内容灵感来自于 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赫的书 历史学家的记忆 推荐给你 正如读史记 你要知道司马迁本人的故事一样 读历史学家的记忆 你要知道布罗赫本人的故事 最后 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我今天讲到了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你能不能举出这样的例子 欢迎你在文稿下方的留言区 写出你的想法 聊完历史的用处 下一讲我会跟你探讨 我们每天都要用的钱 到底有什么用 什么样的钱 有什么样的用 又有多少种钱 我们下一讲见 欢迎订阅 您的经历 真的要读力